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鸡炖蘑菇 好吃在哪儿 就是什么呢 鸡肉有蘑菇的香气 蘑菇有鸡肉的鲜味 那么它做起来最要紧的就应该是尽量让这两种食材的香味怎么融合 而且最综合它味道的就是里边的粉条 所以今天我们看铁钢师傅选的除了有鸡腿肉 还有红薯粉的粉条 那蘑菇这里头还是讲究挺大的 我们能看看今天您选的蘑菇吗 来 我们呢 这个是 让雪春猜猜猜这两种 哪种是松膜 哪种是真膜 我觉得这个是真膜 这个是松膜 非常正确 真膜和松膜是咱们东北特有的山珍 具有驱风活络 强筋撞骨的功效 真膜味道鲜美 松膜肉质肥厚 顺滑爽口 其实啊 很好分啊 就是大的是松膜 小的是真膜 味道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呢 这个真膜呢 会更香一些 是 这个很浓郁的味道 淘汰味的 但是呢 为什么要两种穿在一起呢 就是说 第一 真膜的香气很浓 松膜的口感很好 两个 一个要口感 一个要香味 对 那刚才您又说我们要添一点鲜的蘑菇 然后您选的是茶树菇 茶树菇呢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它的质地呢 跟这些蘑菇呢 相近 哦 茶树菇具有健脾止蟹 抗衰老 降低胆固醇作用 坚持食用可以提高免疫力 增强防病能力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泡这个蘑菇 嗯 也有讲究 嗯 就是说一定要用八十度的热水来泡这个蘑菇 这样呢 它的香味才会很浓郁 所以呢 就是说 它呢 就是说有这种干果的香气 你看 你摸一摸 很滑 对 是吗 嗯 刚好是从这里来的 没错 而且它的这个肉片大一点嘛 不像这个细细碎碎的 对 吃起来有嚼头 对 嗯 然后呢 我们泡好的这个蘑菇汤 不要倒 脏东西呢 我们呢 让它沉淀一下 嗯 然后把上面的汤撇出来 就可以用了 来 我们留用 现在呢 我们呢 把水泡蘑菇 先啊 嗯 来 把锅坐上 好 来 一点点油 一点油 我们呢 放葱 这样就搁进去了 然后来 两八角 刚才我说了 就是先要把粉条解决 我们呢 独到之处 就是不要去泡花 而去让它呢 吸收汤汁的味道 来一点生抽 然后我们呢 炝一下锅 来 稍微来一点水 然后 好 还不放 加入 泡 泡沫的水 泡沫的水 好 我们呢 一定要给它呢 熬开 嗯 熬开 熬开 然后呢 加入少许的料酒 来 割了一段葱 割了两个八角 割了一些生抽 嗯 割了一些料酒和泡蘑菇的水 对 我们把葱 所以小鸡更模糊 今天铁钢师傅起手 就跟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关系 好 但是呢 你闻起这个汤呢 已经是蘑菇香味了 对 非常的香 好 然后呢 我们把粉条 嗯 可以给它放下去 这个粉条 如果煮的时间长了 就会特别的 就太烂了 这个呢 我们呢 给它煮开以后 嗯 煮开呢 大概一分半钟 光火 就放在一边泡着它就行了 就是说煮的时间不要过长 对 对 完了就把它扔在一边不理它 嗯 但是最后也不要把它忘了 嗯 因为还要靠它来 提升这个鸡肉和蘑菇的两种味道的精华 没错 嗯 关于小鸡做蘑菇 就是姑爷一进门 小鸡就没活什么之类的 哎 对 对 离间过夜一来 这小鸡就得被杀了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在那个 呃 红薯粉还没有捞出来之前 铁钢师傅把 嗯 鲜蘑菇下到里面了 哎 对 让这个 粉条呢 嗯 充分的吸收 啊 这个蘑菇的味道 现在呢 我们呢 来 处理一下鸡肉 今天铁钢师傅的鸡肉 选的是一块大腿肉 哎 鸡腿 我们呢 可以给 把这个鸡腿呢 把骨头呢 给它去掉 也可以不去 啊 对 这个呢 小鸡做蘑菇啊 一定要切成块来炖 斩劲 嗯 去骨 那鸡块大概也应该不会很小吧 哎 这个呢 我们啊 给它呢 切成大块 嗯 这个块呢 多大呢 就是要像这个核桃一样 加入少许的油 锅已经相当热了 现在加了点凉油 我们呢 猜得对吗 要加一些糖 啊 有棉白糖吗 哎 对 炒糖色 对 又炒糖色 真是一个很幸福的步骤 哎 我知道对于做的人是不是这样 反正对于旁边的人来说还是很幸福的 炒糖色重要的动作就是晃锅 哎 并且呢 铁钢师傅以前就给我们讲过了 最好炒糖色还是用棉白糖 哎 对 用棉糖 啊 而且中间呢 不要拿那个锅铲持劲的翻它 嗯 要么就是晃一晃 要么就是推一推 这个呢 我们呢 糖海呢 要稍微的嫩一点 不要弄到棕红的颜色 哎 对 嗯 稍微的嫩一点 好 已经丢下去了 嗯 对 以后我们一雷腌制啊 没有做任何的鼓励 就这么直接上糖小 哎 对 好 现在呢 已经上颜色 而且呢 嗯 你看 鸡皮里面的油脂 就油了 马上出油了 是 对吧 是 这个时候把蘑菇放下了 这个泡好的蘑菇 哎 对 哇 太好了 这个时候就下 哎 对 然然都下吗 对 太好 哎 让这个蘑菇呢 吸收鸡油的香气 所以现在这个动作 大家看到的就是 小鸡炖蘑菇的精髓所在了 对 要鸡肉跟蘑菇的味道 最好的融合在一起 没错 这就是第一步 鸡肉呢 是在糖色里面翻 翻匀以后 鸡皮出一点油 这个火候的时候 嗯 下泡好的干蘑菇 没错 嗯 而且呢 糖色可以使蘑菇 里面的多糖 嗯 更加的 啊 香 这个对蘑菇的增香 很有好处 没错 那呢 我们加入 料酒 加入少许的热水 少许的烤鸡汤 我需要一些烤鸡 我说鸡高师傅 你看这个菜叫小鸡炖蘑菇 嗯 这个炖菜我们就会觉得汤要很宽 哎 别着急啊 我们那还有蘑菇汤呢 对啊 哎 大家把这个给忘了 好 这个差不多是我比较菜里最值钱的一步 嗯 蘑菇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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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油跟这事没关系吧 哎 蚝油呢 可以加一点点 真有关系啊 可以加一点点 让它呢增鲜 啊 蚝油呢 不要多 嗯 一勺必可 哎 让它呢增加鲜吧 就可以了 嗯 嗯 好 好 现在啊 这汁 可没了 来 这个汁啊 看 嗯 剩到 啊 一半的时候 我们把 蒜条 看啊 这个粉条 有茶树菇 是吧 看 嗯 刚才煮这个的时候 汁里放了一点酱油吧 哎 我想起来了 但是呢 这点酱油呢 嗯 它不足以就说 让它的味道乱了 明白了 你这个时候用的那点酱油 嗯 抢不了其他东西的味 哎 对 那点酱油呢 只不过是想啊 让这个粉条呢 第一 固点味 第二呢 上一点颜色 嗯 了解了 东北人喜欢吃炖菜啊 嗯 炖菜的好处是不是也 对这个营养的吸收也还是帮助比较大 没错啊 嗯 当我们两个原料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 嗯 我们呢就可以添加一些香料啊 来一点炖鸡料啊 炖鸡料 啊 炖鸡料 炖鸡料里其实也就是差不多的那些什么八角啊 哎 对对对 香叶啊 嗯 这些东西 对 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可以不要什么香料的东西来干扰它 这个料呢 它呢 可以有效的使你的蘑菇 啊 鸡肉 嗯 更加的 融合 就是 这种复合香料 嗯 它不会破坏掉那个蘑菇 干蘑菇有些 哎 对对对对 调味料闻上去确实还是挺香的 嗯 嗯 下一袋调味料就可以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大火这么糊涂的吗 哎 中小火 嗯 基本上啊 看 我们这个粉条 嗯 这时候看这个粉条了 第一 挑起来呢 筋道 嗯 第二呢 晶晶剔透 嗯 色呢 哎 微红色 哎 你看 基本上呈 呈门脸了 哎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嗯 嗯 没事 今天的小鸡炖蘑菇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嗯 就是 其这条菜的主角是 红薯粉条 那 这个呢 就是主要 以它的柔韧度 来断定 你这个 成菜的成熟度 嗯 它的柔韧度 嗯 来断定 柔韧度 很香很香很香 嗯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加入少许的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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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火 嗯 好 还要再 揪一点 揪点小葱 小香葱 嗯 这是香葱吗 对 香葱 嗯 也漂亮也 对 挺点鲜 嗯 这道温暖又滋补的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它的做法吧 第一步 真模和松模提前用温水浸泡约半小时 泡发的水流用 第二步 热锅凉油 用葱段 八角 生抽呛锅 添水 倒入泡发过蘑菇的水 加少量料酒煮至 然后把葱段和八角捞出 放入粉条浸泡 鸡腿肉切块备用 第三步 锅内放少许油 放棉白糖慢慢加热 在棉白糖微微变红以后 倒入鸡块 翻炒上闪 放入泡发好的蘑菇 料酒 蚝油 加热水 再倒入泡发蘑菇的水 加入调味包 中小火炖制二十分钟 下粉条和茶树菇继续炖制 出锅前加盐调味即可出盘 小鸡炖蘑菇这个厚菜 学习完毕 我们吃鸡 吃蘑菇 然后还要喝 铁钢师傅今天教给我们的这个锦囊 叫 一个小的甜品 杏仁核桃鹿 没错 今天铁钢师傅教我们 在家中制作杏仁核桃鹿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核桃仁 杏仁 牛奶 蜂蜜 首先将去了皮的杏仁和核桃仁放入打碎机中 加入牛奶打成护状 然后倒入奶锅中加热熬至略微有些粘稠时关火 再放入蜂蜜搅拌均匀即可 在家中制作杏仁核桃鹿的方法 您学会了吗 赶快来自己尝试着做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